發尿法有很多年的時間 所以對中國發尿 中國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因此 現在我是美國中華藝術社會的退獎 也是這裡的廢話班的老師 我先來介紹一下 師父,是阿姨姜 他是一個中華藝術的廣東 尤其是中華藝術的廣東 他在研究中的廣東 他在研究中的廣東 中國化藝術社會的廣東 現在是中華藝術社會的廣東 中國化藝術社會的廣東 中國化藝術社會的廣東 他也在研究中的廣東 他也在研究中的廣東 中國畫藝術社會的廣東 還有在研究中的廣東 今天我是很簡單地介紹一下 我們的中國化 中國化有一千多年的歷史 在唐朝以前已經有了 在唐朝以前已經有了 但是以前的中國化 就是以人物山水廢修的 一直到戶海之 我們現在才有看到他的作品流行上來 其中我們今天有一個塔 就是這個洛神圖 這個是一千多年前的作品 所以今天 我想請為一個 中國化藝術社會的廣東 中國化藝術社會的廣東 中國化藝術社會有等建築 第一番初期的廣東 它是被制作的, 而你會看到它是被制作的。 你會看到的其他畫面在那時期, 可能是在圖片或在圖片, 或是在圖片,或是在圖片,或是在圖片。 這是一個的圖片, 其實,是被制作的。 中國的圖片在錘堂之後的發展很恐怖。 其中跨家很多 譬如原而笛、原而笛、以西奋、古道寺、王回、以其垂西、王城等等 今天 因為中國化的範圍很廣 我就仔細選擇中國發了化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During the Shein Ta dynasty, which is about 588, a Chinese bean flourish and was vastly developed with influential artists such as the two brothers Ying Li Ban, Ying La Ten, Wang Wu Douzi, Wang Wei Different school of styles were established and today we will focus on flowers and birds 中國的化療化就開始於唐之前 那時候中國的化療化只是在推薦上面只是一個陪襯的作用 而不是一個獨立的化種 一直到了唐大之後 這個花療化在編輪和雕方院 這些人推動之下 在花療化慢慢形成一個獨立的化種 其中王城 這是最有明星的 王城第五代 世俗的著名的花療畫家 他這個 畫這個 花療化的這個材質很豐富 非常的瓦利 所以我今天只是想要到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不太完整的 由上現在的其中一個章本 這是你 這是一種例子的王傳 是一名的畫家 在四川的五代代 是一種獨立的花架 有徐希的花療化 徐希的風格是 聚眾寄言的 他主張描写寄言界的 大寄言的東西 所以他跟廣長的風格有一點不同 他注重蛇身 有野餘的趣味 最後他的雙子 他的雙子是取崇志 就進行他的畫法 就以我們經濟為垂底 所以這就是一個例子 的雙子 雙子 他也有良好 的花絲 他的作品 提示了 自然的風格 《The Landscape of Wilderness in Qiangnan》 他写的写真是很自然的 然后他父亲随着写的写真是很自然的 他的写真是很自然的 所以他也很自然的写真是很自然的 黄泉和徐熙他们的配画一直影响到宋代 宋代因为宋非宗的皇帝非常喜欢画画 他本人也是一个画家 他的画画得非常好 他无论书画、推画都是很高的主题 因为在宋非宗的推动之下 他请了一个画院 专门收落很多优秀的画家集中起来进行一个唱诀 这就是宋画最高峰的时期 这就是宋其城市 Vang Tran and Mu Shi's accomplishment influence all the way to Song Dynasty 因此,由於湖聖皇臺建設於漢明的廣州, 由於漢明劃囲的油廠, 由於漢明劃述的建築室, 由於衛生的歐洲人, 並奉向藝術的建築品。 因此,漢明劃囲的建築文化被揭穫了。 因為漢明劃囲的建築文化, 由於漢明劃囲的建築文化, reformance in painting of Flowers and Burn capture the attention of the era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张亭亭 现在在台北中 在台北中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一张亭亭 Painting Original Painting 现在在台北中 泰民 其他几个文章 你看到一些人在日本的美国 所以你能看到那个美国的美国 在中国 美国的美国 但是我们在美国的美国 现在我们在美国的美国 这是一千多年级美国 但是它是像我们的奥巴的奥巴的奥巴 哦,对于奥巴的奥巴的奥巴 在奥巴的奥巴的奥巴 因为所有的奥巴的奥巴 他们都在奥巴的奥巴 这就是他们做的 这就是他们做的奥巴 他们做的奥巴的奥巴 每年都做的奥巴 在这一年代的奥巴巴 他在奥巴巴的奥巴 所以他给大家做的奥巴 去那些稳 презид会给一些量的奥巴 他 particularly喜欢 一山的荣壁 会开展摆了以各种各样的双頭 然权的种是冲之物 zn价格 甚至是生活当地始 dramatic Roberto 像是迪雅佛的享誓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所以我們看起來有一種很富貴 很華貴的感覺 所以這其實是個例子的 帝國人自身做了這畫面 你能看到他的顏色很豐富 很細緻 他開始了一個風格 就是一個風格 ele的元素 他一戰一戰 在一陣子上 他需要楊來鬆 他的風格 他這個風格 也在這陣子上 可以做的 也正式有線 一張 像這是禮鼻 另一家是陳林 這兩塊畫加上是畫一個雕 非常地現長的 你看它畫得非常地精細 一個皺紅 非常地生動 這是有用的 要去再送它 這是另外兩塊畫像是由 Song Dynasty 這個畫像是李蒂 這個畫像是陳林 兩塊畫像是封印的 最多的畫像是藝術 壓寫了明燈 這次是 actions 這次造成的畫像是等 coher 這件事情回來 是 Sail平的 Sara 1977 用 beta 片 像殺土 不太用 這次坦次記的是 這次是rast星人 所以是要有600-700 这一张是 这个 就是 其中一章就是前聖 前聖局 另一章就是元朝人 这个是前聖局 另外一章就是会所 这一章是前聖 他们都是进行宋代的风格 都是慢慢地先凹起来 慢慢填彩 这一章就是接近徐司的风格 就是比较自然界所建造的 不是在皇宫里面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风格都是比较接近大自然 所以这一章就是前聖 前聖 这一章是个例子 贵実 贵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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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 sensory 这个是系统的之类 可能是先继续风味的风味 第一个是丧人的风味 完全不同的风味的风味 它是比较精彩的,它是比较精彩的色彩 哦,这些是从来的年代, 各种类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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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些等和叶子羽的类似的类似。 你的 nowhere是斯林大人的类似之 Sir, 甚麼银子羽应当挝克之 cust, 你先太尚, 你會用這個範圍的範圍嗎? 可以用範圍的範圍嗎? 你會用範圍的範圍嗎? 這個範圍的範圍 不容易用範圍的範圍 只用範圍的範圍 對範圍的範圍 這範圍的範圍不太開始 對,在元朗圍 所以這範圍的範圍很流行 你會看到很多的範圍 像這個範圍 我認為這些範圍是在元朗圍 因為這範圍的範圍 以前是用範圍 沒有花生水頭 沒有清田 所以他們以前的範圍 都是鋸出來的 所以用刀子的範圍 都是同樣的範圍 所以他就描述 因為範圍 他們沒有發現 這範圍的範圍 現在是用範圍 所以在古代的範圍 是一般的範圍 是在範圍 或者在庭圍 所以 人們不會有一個 偶像 在建範圍 或藝術 藍 他們會有一個範圍 所以 人們會有一個 或是被寄圍 他們會有一個 寄圍 最好 遇到裡面 他們只需要在那裡 寄圍 所以 所以以前都沒有開銀的 這些銀章都是收藏家後來的代賞品 誰人將說本都是邊景敲的說本 她是一個很出名的化療畫家 她的話是進行宋朝畫院的風格 就是山歐田廠 但是她寫這個化療的 這個療的姿勢這個動作 她不足以殺傷的動作 所以比較生動 這個一個例子是丹子晴巧 是一種類似的 他可以說是一種類似的 他也是從大陸的 他說是從大陸的 他經常印象中的 他有很多東西 他是從大陸的 他經常印象中的 然後他很重要的為一個牠們的牠們 牠們是在描述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牠們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牠們的牠們是很像牠們的牠們 和其他牠們的牠們是比較像 牠們的牠們的牠們 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动物是被抓住的 我认为是1500 1500 我认为是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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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1500 15元 寫兩張就是明帶有門的畫紙 一個是女子 一個是明朗 女子這個畫的風格 就是自成宋代的一個畫院 就是宋代的三歐天才的寫法 明朗就是跟著這個 徐師賣一派 這個爺一派 就是寫比較寫衣的 他比較接近養賴的文人畫 所以他的風格就是 隨意地寫出來 沒有這個奧賴的 沒有發生 這個就是一筆 一個就是寫出來的 所以現在我們移動到明大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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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 對 又 又 濱華 建議 登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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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